音乐音量 话声器是不开的 第一路览不是空着的吗 现有问题 不是现有 不是画画都现有 第一 600800 我下节目不过 整体像我这转 行 可以了 我是季祥 我是一个录音师 也是一个做现场演出的音响师 还在中国琼琳大学教书 也有幸跟随公林娜女士和她的丈夫老罗先生 工作了五年多的时间 因为爵士乐的录音和中山公园音乐堂 有了一个缘分 他们是每年有各种各样 来自于世界各地的 这种世界音乐的乐队的演出 我觉得其实音响师或者音响工作者 应该是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一个 桥梁或者纽带 不管是我们在现场演出的观众 还是我们的录音师在录音棚里面 他所听到的声音都是扬声器系统 和这个房间的声学环境 共同作用出来得到的声音 你有一个同样的设备 放在不同的环境下面 其实你得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现场演出的音响 是一个始终需要我们去妥协的 这么一个概念 因为它要覆盖的观众太多了 尽可能地让所有人听到的声音都相似 但是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在录音棚里面的监听 是要精益求精 我们可以通过现有的技术手段 把整个的这个听音点上的声音 做得非常的完美 为什么要在家里面做一个混音间 如果输一个外面的商业录音棚 来做后期制作的话 时间和这个费用的压力 都会影响对声音的判断 在家里面是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 房间声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房间的大小 你的制作预算 你对于家具的个人的喜好 都会影响你房间的这种声音的状态 这是我当初对于这个房间的一个规划 这个屋子只有三乘三九平米 我希望我的这个监听音箱 能够获得一个尽可能大的监听半径 最好的选择是挂在墙上 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我这个空间 那么挂在墙上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体积不能太大 不能顶着我的电视 它的高音头不能够被我的显示器所遮挡 小房间比较大的问题 其实就是低频的这种处理的问题 我的这种低频的陷阱 它是没有办法做那么厚的 如果它做不到这么厚的话 我的这个低频就会有问题 我以前的那个工作间 它也是有个升学方面的问题 比较早的时候用的是全模拟的音箱 就是它没有什么数字的处理功能 比较痛苦的是 我为了确定我的低频是否准确 我必须要走到房间的不同的角落 然后去找这个点 后环的问题也是面积太小 这个椅子的位置实际上比这张图画得要靠后 我坐的位置离后墙其实是很近的 我为了找这个尽可能离我的脑袋更远的这个位置 我只能把它放在上面 这个音箱要控制在22公分的高度以内 我才能够把它装上去 然后并且不影响我这个门的开合 这套真理的环绕声系统 它非常适合我现在的这种情况 SAM系列的8320 这个超小号数字音箱 那么它的这种数字处理功能 对于我的这个监听半径的校准 对于我的这个房间的一些本身升学处理所产生的问题 它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 这套音箱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为了用它的这个DSP处理技术来弥补 调挂这个音箱放在这个墙角的这个位置 它所产生的一个问题 平时做一些管绕声的节目的时候 把所有的养生器串在一起 它会自动的去帮你做这个扫屏 针对它获得的曲线 去对你做补偿的这个处理 反正这个小房间的低频是很难被处理掉的 7350这个超低音养生器 它在这个低频管理方面 和这个超低音的这种效果的还原上面 都对我整个的这个监听和缩混帮助非常的大 这个就是照准之后的频率响应曲线图了 音乐家过来的时候就可以给他们看 这个环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环境 那你不要看我这个屋子小 但是它还是很棒的 艺术家是我们整个这个行业的核心 它是这个内容的源泉 假如重新回去让我选择 我可能更愿意去做一个音乐家 我就是想深入这个声音创作的核心 我家里有两只猫 一个叫刀子 一个叫勺子 当你熬夜熬到夜里两三点了 你转头看看 这有个毛绒的东西 你可以去摸一下的 你就会觉得特别舒心 挺高兴他们能一直陪我这么多年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 刀子猫 兔子 小命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